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成年人的博尔道有东西堵处理比较容易 儿童的话就要麻烦一点 这个小朋友他其实不是来看这个的 因为这个孩子之前耳朵做过手术 在别的地做过手术 这个手术前找我看过 后来做完手术以后 隔了一段时间啊 家长说想过来复查一下 当时是做的骨膜质管 中管里有积液 然后把这个质管拿掉啊 结果这次来看的时候 外耳道明显有这种白色的这种 有棱有角的块啊 这明显就是身体以外的异常的东西 不知道这个孩子塞的是什么 这个肯定不是正常外耳道产生的 不知道是橡皮泥或者是塑料啊什么 他原先质管的这个已经脱落了 古时的积液也空了 刚才那小朋友啊 小朋友还行啊 这个配合还可以 如果配合不好 可能还得麻醉啊 这个呢 也算是一个普通的 叮咛犬吧 有的时候 真菌也会有类似啊 但是真菌的话 清理完 在这个外耳道的皮肤上啊 会有一些真菌的痕迹 像这个呢 基本上没看到 还是比较干燥啊 没有一个明显的真菌的菌丝啊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 真菌和叮咛之间啊 比较容易混淆 那么还有一个稳妥的判断 就是看事后出现的频率啊 多于少 如果很快几天之内就有 那肯定就不正常啊 如果说几个月 甚至一两年堆积一些 那个 还要考虑是普通的这个 叮咛组织啊 真菌的形态 非常的多啊 比较典型的毛都滋出来了呢 当然很容易看 这个呢 是啊 对这个是之前是得过真菌啊 处理了一段时间以后 总是感觉不太好啊 也用过抗争菌的药 在骨膜表面 可能当时的这个清理啊 在外的这个清理 这个白色的是我们这个医用 医疗配给的这种 擦手的这种 擦手的这种擦手纸 不是棉布啊 不是纱布 因为我上次有个人留言 是觉得啊 用纱布觉得可惜啊 是我们配发的这种啊 洗手完了以后擦手的那种 比较厚的那种纸 应该是一种再生纸 我感觉啊 这个还是按真菌的考虑啊 在骨膜表面有这种附着的 就不再往 普通的叮咛 最上面考虑 文艺这些区域本身没有 正常情况下是没有 叮咛线体的 而且出现这种层片状啊 特别是骨膜表面啊 骨膜表面不可能是有叮咛线体 在骨膜表面一层的这种覆盖的 这种情况啊 还是要往真菌上考 这个清理完了啊 清理完了要打这个抗真菌的药啊 最后这个骨膜表面这个清理比较困难啊 这人的外耳道呢 也不是很宽啊 比较窄 劲儿大了 容易把骨膜捅漏了 说这个清理的时候 也得小心 适可而止 不能蛮干啊 是清出来的这些碎渣子啊 这个好像是点了 对点了碳酸清纳啊 用碳酸清纳第二页泡了一下以后啊 吸气再去打扫一下 然后最后抗真菌的软膏啊 再往上整个呼上去 这饱和制攻击吗 这个清理啊 掌握好一个尺度 机械性的清理是有一定风险的 这些区域 很容易就造成了这种损伤啊 掌控好 真菌的这种冲洗啊 不太容易冲掉 才不像叮咛的这种玩意啊 叮咛的这种组织浸泡以后啊 很容易就从皮肤上分离开啊 真菌不是 这个后来打药了啊 打药这对就不再放了 这是一个血块啊 这有可能原先稍微有一点 叮咛块啊 这人自己自己去掏耳朵的时候损伤了 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说尽量别自己动啊 你看我视频上好像很容易啊 在里头来回晃来晃去的 这个力量我是控制的比较合适啊 这个力量稍微大一点 这里边就烂了 这因为这个区域 它没有皮下组织的缓冲啊 皮肤底下就是骨头 所以是 很容易就出现出血 别说你腕勺子了啊 这里边应该是 有一些出血 然后混着一些这个 叮咛的东西 就完全堵满了 现在破损的地方 已经是愈合了 它是好几天以后啊 才过来看 把耳道的皮肤出现损伤以后啊 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干燥 不要去盲目的乱用什么药啊 有的人有擦药膏啊 反倒适得其反 它这皮肤本身 我们正常情况下 就是有这种自愈的功能啊 有时候棉签啊 什么这种东西 所谓涂药的东西 包括还有些涂什么粉剂 乱七八糟的 这将来以后 也都容易堆积在里头啊 绝大多数保持干燥以后 自然就愈合了啊 如果说这种 特少见的这种啊 这么多血块堆在这 那医生来清理 我们处理很简单 你自己要搞的话 一个是搞不好 第二个有可能反倒 这个拔苗助长 这个对 这是啊 之前提过一次啊 这个病例拍了CT啊 准备当这个 外耳道胆脂瘤 在别的医院准备手术了 家里说不放心 最后来看一眼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会被当外耳道胆脂瘤 他对前期好像是做过冲洗 然后冲了几次 没冲出来 然后莫名其妙的就当胆脂瘤了 CT也拍了 然后到我这来看一眼吧 看一眼试一下 结果信息一下就清完了 这病人还有病人家属都蒙圈了 CT上呢 并不能直接定性啊 CT只是说通过一些表现 比方说有骨骼的破坏啊 这些痕迹啊 来判断是不是啊 胆脂瘤 其实在外耳道胆脂瘤上拍CT 更主要的是区分这个东西是位于外耳道还是中耳 有一些如果破坏不是很明显的啊 无法区别它和普通的叮咛 还有呃 外耳道胆脂瘤之间的这种啊 靠CT是不行了 CT主要是判断它的范围啊 在外耳道还是在中耳 如果在外耳道 好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啊 谢谢大家收看